各位網友大家好,首先和大家講一個問題,就是大陸疫情放開之後的亂象 去看社會管治水平的問題,大家知道在內地多年以來 由於中共主政七十多年來,始終革命黨的角色一直保持不變 沒有適當時間轉換角色,成為執政黨 因此造成了弊端的重生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革命黨在奪取政權的時候 它是不可以受現存的法律、社會秩序的束縛 它只求目標公義,而可以分略程序的公義,這些就叫革命黨 但是你作為掌握全國政權之後成為執政黨 你要維持社會的穩定,要社會有良好的治理 你一定要適時地將革命黨的角色轉變為執政黨 作為執政黨,就是講不僅要爭取目標的公義 而且要爭取程序的公義,一切要在法律的軌道上去運行 但是始終以來,到現在,中共還是以革命黨來自居 沒有去完成這個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所以就產生了很多的亂象,例如以人質代替法治 以行政的命令代替法律 在很多問題上來說,以政治掛稅,以政治來掀握法律 政治來掀握科學,在所謂的穩定壓到一切的情況下 對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人權,人身自由,人壓尊嚴,私有財產 可以說是,很多時候會受到莫大的衝擊 所以就,他們在社會治理的時候,很多時候是做什麼呢 一統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一統就死 然後一死就放,一放就亂,始終是這樣循環不適 所以,你只是以中共主政以來,到現在,可以統計到的政治運動 是有56個以上,而始終裏面來說,比如說在第一次的大折騰 就是大躍進造成了大饑荒,餓死了4000萬人 在這個時候,他就是一聲號令,大扮光天,大扮梁石 以鋼為光,以梁為光,15年要超英趕美 地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結果,你哪些人專門做科學,說某產600斤,某產700斤 就說你又傾保守,你吹牛皮放大炮 說某產7000斤,1萬斤,3萬斤,36000斤,6萬斤,13萬斤 就反而可以上到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 就被樹為紅旗,結果呢,由此去大挖這個浮誇風 這個強迫命令風,一平地風,共產風,這些這樣的阻的一套 結果就造成了大饑荒,餓死了4000多萬人 好了,這些只是追求所謂的目標公義 這個超英趕美,這個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這些所謂的目標公義,就不理這個程序的公義 所以,這個社會上,那些知識分子 向共產黨提意見,就說你是右派 然後,彭德懷,張文天,黃克誠,周小舟這些,彭王漿舟這些 向中央提意見,指出他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錯誤的時候 又說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集團 將他們設職罷官,壓制不同的意見 剝奪他們這個發言的機會 所以這些來講,在這個之後呢 現在,沒有去吸取教訓 然後又造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這個,數以千萬計的人呢,受到迫害 成千萬的人呢,被這個殘害而死 受到迫害而死 所以,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到普通的平民百姓 這個,尤羅克啊,李九年啊,張志新啊這些 都可以被鬥,被批,然後被迫害,死於非命 所以這些東西來講呢,又是造成了一場的大浩劫 而這一次,過去這三年來的,所謂的那個,封城,清零 動撤著封城,封區,封路,封樓,封樓 令到裡面呢,亦萬的人民裡面呢,他的經濟的運作 日常的生活,受到極大的衝擊 不少人因為,沒有錢開飯 而加上,只有這四年代,被人們被封區,封路,封路 而因而失救而死 有些人呢,被封區封路,停工,停業呢 搞到裡面來的,就是這個,憂鬱症發作 而跳樓自殺的 吊頸自殺的 而死 有些就因為所謂的 要將人去隔離 轉運過程當中 汽車失事而死 有些因為所謂的大白 保安 那些 警察 野蠻執法 衝突而死 刺身災害 遠遠高過疫情的本身 所以這些是 本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 但是在所謂的封城清零的過程當中 我們大家看到 有些直接所謂的消毒殺菌 衝進人家的家 去把人家的私人財物亂噴灑 殺蟲藥水 甚至說人家的貴重財物 是有陽性的病毒 因此就要消毀 其實就是 將它好像據為己有 有些裏面來說 本來人家的住宅 人家有行動的自由 結果就藉著防疫為名 將人家的單元門封鎖了 這個走火通道封鎖了 甚至看死了 結果一場大火 很多人就因爲逃生無門 救生無路 有些人就因爲自己吃藥 想出去小區 去外面藥房買藥 結果就被警察 將它打倒在地上 跪著一條頸喝問 你出來做什麼 有些教師裏面來說 因爲有急時想出來買東西 又是被人一拳打到地上 七十八歲的老教師裏面 就倒在地上裏面 造成這個腦震盪 也都有所謂的廣州下季女 因爲中午裏面 叫了外賣 想出來的村口拿 又被小區的保安裏面阻止 結果在口角之後 將他們圍偶 綁起他們的手腳 然後有一個就跪在地上 任人去拍攝 人格侮辱 所以很多亂象就說明了什麼呢 在所謂 防疫就是最大的政治 防疫就是制度之爭 這個就是由我們黨的性質決定等等 這些政治帳 這些口號底下 所謂的政治正確的前提下 揭押了法律 揭押了公民的人身權利 這些完全是不講程序正義 甚至乎你封城 封路 封區 封樓 根本上 無論從中華人民局的憲法也好 國務院相關的政策規定的紅頭文件也好 是找不到依據的 結果就一級級 層層加碼 一刀切 極端化 甚至乎荒謬到 上海封城兩個多月 民怨沸騰 在冤聲載道的時候 竟然有人出來說 我們政府沒有下令封城 是那些公民 自覺自願 來到所謂的靜默管理 那樣 荒唐之極 所以這些亂象 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 就是說 你一個掌握十四億人口大國的執政黨 你要名符其實去尊重法治 尊重法律 尊重民主 尊重憲法所賦予的那些人民的公民權利 人身自由 人格尊嚴 私有財產 你要做到這些落實去 才叫做全面依法治國 才叫做真真正正的 目標公義 程序公義的有機統一 否則的話 你永遠就用所謂的政策就代替了法律 用政治掛稅就剪壓了科學 剪壓了法律 剪壓了人民的公民權利 這樣的做法來講 永遠都是革命黨的所謂 不是執政黨的所謂 故意說 可以馬上得天下 而不可以馬上治天下 因為古代冷兵器時期 那些戰鬥是騎馬的 所以馬上得天下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用武力 暴力去統一天下 奪取這個政權 但是你不可以繼續用這種暴力的手段 去治理這個國家 是不是 所以就是這個 現在裡面 在一個過去三年 封城清零過程當中 就給共產黨提出一個課題 任重道遠 你們一定要將革命黨的角色 轉變為執政黨的角色 是不是 用這個法治代替人治 以科學去代替這個政治掛稅 這樣國家才得到長治久安 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才得到根本的保障 這樣 現代化一件事才可以走穩至遠 多謝各位